再见 再见 什么时候走 我去送你 大燕 你别说了 我能理解 要是换成是我的话 我也会这么做 真的 孤独 来爱我 我害怕孤独 这样哭做到水去 我感到很冷 感觉很累 找个人来爱我 让我永远坚强 我站在这里 停止奔跑 没有感觉 妈 你干嘛呢 这孩子 真是乖可怜 好容易找着个心动的吧 又让咱们给搅和 你说咱俩不是作孽吗 话本来这么说了 我们也是为他好 再说他也不是为了这个原因分手的 不是为了吗 你要是为了 好 早上就出去了 去哪儿了 我哪儿知道 她也没跟我汇报 那你长嘴是干嘛的呢 你不能问问啊 一大早的 准去送苏如氏了 知道了还问我 她不是你女儿啊 成天就知道看报纸 你一点都不关心自己的孩子 家里面里里外外的 全是我一个人在操心 瞎操心 哎呀 这一大早晨起来 这又嚷嚷什么呀 这大屋子里就听见你们俩嚷嚷 烦那么烦人呐 大姐轻易不动感情 这回估计晃她不轻 我哪来坐 乐 帮忙担菜 哦 哎呀 依我看啊 分的也就分了 那老头事儿简直是太多了 我来我来 你小心 而且这年龄也不合适 我姐要是现在不分的话 以后可够她瘦的 哎 你话是这么说呀 你可没看见大雁那个憔悴样呢 早上起来走的时候 小脸蜡蜡蜡蜡的 呼呼着 这一宿都没合眼 哎呦 奶奶 那是失恋的必经阶段 哎 她和彭塔那会儿 不一样吗 哎 依我说呀 要是想让我姐从这段感情里出来 唯一的途径 就是让她投入到下一段感情中去 救的不去 这心的不来呀 哎呦 挺有经验的嘛 经常这么干吧 前两天老半夜三斤 跟你发心心那女的是谁啊 哎呦 钱了 那就是我一初中同学 执行的时候碰着的 多少年都没见了我 多少年没见还认识呢 同桌的你吧 嘿你吃什么干醋呢 一大倒的啊 有病吧这不是 你说谁有病呢 哎呀呀呀 你说谁有病呢 我说 行了 这老子刚消停 小子又吵吵 这日子没法过了 妈 您吃饭 把筷子留啊 给奶奶先吃 喂 喂 喂 到机场了吗 正要去啊 我早上还有课 我不过去了 你那个 你 到了那边 到了那边 好好生活 我 你也是 好好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确定你们家大院了 这个事还是等大院回来再说吧 不用等 我们不要 不要 还有一件关于大院的好事呢 关于大院的好事 等大院回来再说 院 院回来了 院啊 你大妈呀 今天呢 有好事告诉你 政府啊 刚刚出台了相关政策 就是专门照顾你们这些大龄未婚青年 去购买经济房的事 孩子 是好事吧 你大妈呀 专门给你留了一个指标呢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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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不成我大孙女今年又嫁不出去了 这也太不吉利了 不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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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没什么事吧 没事 看你脸色不太好 我说了我没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 下面播放一条真恨情势 江大院 换台 你愣着干嘛呀换台 你成心的是不是 喂 喂 您是这个江大院吗 应该听了这个逛博 喂 您好 请问您是江大院 请 谁干的 招了吧 别装蒜 到底谁干的 敢做敢当啊 别让我瞧不起 你在说什么 江大院 你什么态度啊 一回来就胡说八道 中邪了 燕儿啊 你又怎么了 还伤心呢 心里要难受 跟奶奶说说 姐 你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乖 乖行人的 姐 今儿是电话 我就知道是你干的 这 这就是你不对了 姐 我都是好心嘛 你 你不是那个 你不是找什么样的吗 是不是 我看你难受 我 我这心里还心疼呢 那你就出卖我 我 怎么叫出卖你 多难听啊 我这顶多算是吆喝 是不是 你自己不愿吆喝 我替你吆喝呀 姐 我都是为你着想的 人家现在找对象 那都得身高 体重 这些标准都得知道 你要是自己不知道找什么样的 我当地的替你找 我 我 我说你俩在说什么呢 你少写了一条 哪条啊 你忘了说要找个男的 还有女的给你打电话呢 小军 你到底做了什么 来来来来 把你那半导体借我用用 自个儿拿去 自个儿拿去 我打你是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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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 小军不懂事 不懂事 不懂事 三十了还不懂事 你干了这是什么事啊 荒腾 我大念我了 你也是的 你干嘛做事情不跟家里面商量商量的 气死我了 不是 我这 外出人呢 有事呢 前 nós 是你哪个ど dun πم 喂 您找哪位呀 您好 我在 你这 喂 我找张大雁小姐 我在广播上听到她争云 我想来应征 请问张大雁小姐 怎么了 怎么打我手机上来了 喂 你打错了 我没事 江小军你傻呀 你给大姐证会 你留的谁电话 留我姐的呀 姐姐我错了还不行吗 你别把手机转到我手机上 我们还上班呢 我也烦死我了 你也知道烦啊 忍着吧 我都烦了五六年了 实在忍不住 把电话转你齐吧 手机上 不是姐 我明天还整班 你以为 紧紧紧钱了 赶紧给我姐说说 你能说啊 九九请 你赶紧把那音乐给我关了 我听着我闹人成 不行奶奶 这是我们单位的号码 我得保证二十四小时开机 这弯药大队找我 这怎么办呀 你这 月儿 让开门 有话好好说 小君也是好心办坏事 做事是损了一点 信许这个电话里面就有一个合适的呢 对对对 月儿 你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孩子啊 这边翻过去就才翻过去了啊 日子得照成过啊 你让我怎么过呀 周温启示登到电台 学校现在满城风雨都知道我要找对象 连学生都知道了 我怎么在学校上课呀 你学校怎么知道啊 我就没 你闭嘴 你闭嘴 月儿 那妈要说句公道话了 找对象 又不是见不得人的事情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 天经地义啊 女大当嫁 女大当嫁 你们能不能别再逼我了 啊 不是我不想嫁人 我也需要结婚 我也需要感情 我今天刚送的速入室 你们知道我心里多难受吗 都能让我喘口气的 不能这么把人往死里逼啊 江大雅死了 乐乐 乐乐怎么了 乐乐 怎么了 乐乐 怎么了 乐乐 你媳妇没事吧 要不要我去买个药 没事嘛 肯定是白天那顿冰淇淋火锅闹的 一会儿啊 我给她喂两片黄链素 准好 我觉得 行了 妈 你赶紧睡觉去吧 明天你还得帮我接茬 安慰我姐呢 你要醉不着我手心了 我跟你说 乐乐要是不好的话 我明天陪她去医院啊 行了 我知道 知道 知道了 呀 钱哥 这下拉爽了吧 赶紧撑撑啊 能轻三四斤呢 哼 怎么了 媳妇 你 哭什么呀 怎么了 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啊 老公 完蛋了 咱俩撑他奖了 不会吧 这是什么破药吗 这怎么回事 这 这我还没做好当父亲的准备呢 你以为我有准备啊 媳妇 这样子 老公我全听你的 你说我怎么办 咱就怎么办 那能怎么办啊 明天你陪我去医院 把他给打了吧 哎呦 你说这怎么回事啊 咱俩都说好了 三十五岁之前不要孩子 哎 前老公 我昨天刚刚听说 这打孩子对女人特别不好 尤其是对那种上了年纪的女人 我我我不是说你媳妇 我是说你你说你这么年轻 你说你打一孩子 对身体损害多大呀 要不然 咱给他生下来 嗯 前老公我告诉你 生一小孩可好玩了 反正也不占地儿是不是 带一小孩 大不了我天天加班 赚加班费 你说你带一孩子 咱妈也高兴 我也高兴 咱奶奶 游戏咱姐 那见了以后的衣服 那小一个高兴啊 你看你抱着小孩 我回来一看你在床上 哎呀 这 江小军 是不是你搞的鬼啊 那个王老师 您知道这早饭是谁的吗 在你桌上自然是你的了 哦 那个您看见谁放的了吗 我还真没注意 好像我刚才进来的时候 就已经放那了 看见我一次性 你纸背了吗 哎呦 你看我这记性 那个小张老师啊 刚才来借走了 他让我告诉你 留给忘了 谢谢啊 谢谢啊 哪个小张老师啊 啊 就那个新来的小张 叫张耀阳 我叫张耀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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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自己的小妇 你才能装上 是合图人的快乐 币给你带路 我叫张耀阳 我叫张耀阳 你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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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小君 江小君 你管他在 哎喲 怎么了 你 怎么了这是 妈妈妈 妈你歇会 哎 你自己问你弟弟去 你跟我姐修什么呀 你修什么呀你 你 你能不能安静一会呀 不是 哎你说什么孩子啊 你怀孕了 怎么就生孩子了啊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生一孩子天还会塌呀 小军你是真想要孩子吗 你只不过想让孩子拖住我你 放屁 你又想让孩子拖住我 你又想让孩子拖住我 非拖着你干什么呀 你又想让孩子拖住我 做你的白痴梦痴吗 不能那么想 小军不是那种人 小军你好好说话 别急别生气 明天 明天我就去医院 把孩子给打了 阿姨 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 回处吗 奶奶凶死了 奶奶凶死了 小军他混蛋 奶奶骂他 你别生气 因为他不会的 不管你事 说气话 露露你怎么跟奶奶说话呢 你这眼吵三十的人了 你不能成熟点吗 你说那是尿命 怎么能说错就坐了呢 再说小军有错他不对 你也得为我们大虾想想 对不对 你们结婚这么多年了 你得知道什么叫负责 对不对啊 他的事 Espero 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啊 你自己的事还一塌糊涂的 你有什么资格管我呀你 你那么知道负责 你为什么还不把自己嫁出去 让一家老小都在这边操心 你怎么可以打人呢你 乐乐没事吧 让妈看看 没事吧 乐乐 你混蛋你 乐乐 别生小君的气好不好 小小君 你有种 乐乐别走 姐给你赔礼道歉了 乐乐行吗 你放开我 你听话 你放开我以后你不要下去 你让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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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看他走哪去 我走行了吧 你告诉我的错你满意了吧 乐乐你别走 我走 这些都是新的 这梦音乐特好用 你呀就在我这儿踏踏实实的 眼不见心不烦 不过话说回来 他要走你也不应该拦着 他说出那样的话 给他一个大耳光子都不过分 要我们家好童敢怎么跟我说话试试 小君打人就是不对 那也是他们两口子的事 犯不着把你牵扯进来 不过我哥也真懂 想出那么一招来 我真服了他 你到底哪会儿的呀 你说这个钱乐乐 就那么坚决地不要孩子 会不会真有事啊 别瞎说啊 人家事够多的了 行 从今天开始 我当你的全职三赔 你说你要不要跟好童商量商量 他敢说半个步子 我修了他 小云 我给你带水果回来了 你今儿听有眼力劲吗 好童回来了 大姐也在 小云 你出来一下 我有点事跟你说 什么事啊 出来 吃水果 来一下 来一下 来呀 跟你说点事 说点事 那有什么 你姐 她怎么在这儿来住 住几天不行啊 行行行住几天 住几天呢 怎么 你还准备问她要房租啊 不是 我 我的意思是 这不太方便吗 你要是觉得不方便 你可以搬半屋室住去 对了 我和我姐睡主卧 你睡客房 别 别啊 这 大姐 你就安心在我们家住着 真的 一点关系都没有 只不过呢 我这儿工作她比较忙 然后呢 小云她又闹着减肥 所以我们家根本就不开伙 但是 您要真是饿了 您就到楼底下叫外卖 那个价钱还蛮工作 谢谢你啊 好童 坐下 那个 我尽量不给你们添麻烦 没事没事 都是自家人嘛 对了 那个 下个礼拜 我老家有一个亲戚要来 说好了住我们家的 你什么意思呀 别别别 你别上火 就当我没说 就当我没说 没事儿 那个要不我 我干脆去学校宿舍住算了 别别别 姐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怕他们打扰到你 我真没别的意思 行行你别说了 吃这个饿舌 没事 好童来一个 来 好童来 好童 好童吃一个 没事 你别吃 拿着拿着 好毛毛 拿着 这水果哪买的呀 就路口的那个水果摊上 卖海管军 你钱呢 多少钱一包啊 没多少钱 这是您酒店客人吃剩下的果盘 这里还有您酒店牙签了 不不不 听我说 那个果盘他们没动过 我觉得有点浪费 所以我才带回来了 丢不丢人呢你 你丢不丢人呢你 等等 你丢不丢人呢你 好好好 我做饭你 我做饭你 你先做好做了 别别别别 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找個人來愛我 我害怕孤獨 這樣哭做到誰去 我感到很冷 感覺很累 找個人來愛我 讓我永遠堅強 我站在這裡 親自找啊 走在這麼的情勢 努力分擔 還在想所有事呢 沒有 就是習慣了 夜裡都聽點什麼點 睡不著 知道你被連老闆 傷得夠強 過去 不停 姐 別看你撞得跟沒事似的 我還不了解你啊 你就不想讓奶奶和爸爸擔心 你撐著 就試著一走吧 你們突然清醒 可能我們倆根本就不是一個世界的人 應該是我的錯 你知道就好 像我給你承認的女人啊 你沒什麼資格想讓青人們去談戀愛 忠爺你啊 姐啊 我勸你還是把標準放低一點 心裡靠朋友男人越來越少 真的 想個人來愛我 想個人來愛我 姐 昨天那個果盤 客人確實沒有吃過 我就是怕浪費 你看 我這不是創建節約型社會嗎 好 好 小雲 從小被家裡人慣壞了 你別介意啊 我回頭說著他 姐 你說 小雲他真的 他是不當家不知柴米貴啊 現在什麼都在漲價 就是我們做餐飲的不敢漲 真的我們貴了誰來吃啊 你看我現在真的是想盡一切辦法在開源節流 你就拿我這車來說吧 你看我雖然是一大奔吧 其實就是裝裝門的面 現在加一箱油要貴五十二塊錢 真的 我自己去坐公交車的心都有了 可咱 咱大小是個老闆嘛 我要去坐公交車 下面的員工還以為我們要倒閉了 你說是不是 對了 姐你晚上幾點下班 五點 五點 怎麼了 沒事 我就是問一下 那個小雲呢 讓我進行下班 可是 你知道 從酒店到你們學校這個路啊 太繞了 繞好遠 所以我就想打點提前輛 不用不用 我那個坐公車走就行 那 那多不好意思啊 你們這些大老闆都能擠公車 我們這些吃工作怎麼不行啊 是不是吧 你說 還真是大姐你體諒人 我那個 我交人拉家了 我得回去取一趟啊 別 我車來不及了 不用不用 你先走我打車走 你走趕緊的啊 那行 那姐我先走了 對不住啊 對不住啊 你老盯著我看幹嘛呀 紅綠燈又不找我臉上 那個 不不不你別誤會啊 我那個沒有惡意 就是看著你挺眼熟的 哎 你是不是認識耿大志啊 認識啊 嗨 我就說了嘛 你一上車 我就覺得在哪見過您 想了半天 上回啊 你跟大志去爐爐摊 我也在 我跟大志是一公司的 對不起啊 為什麼 大志他最近挺好的 你看 這家伙現在可忙了 準備自己開店當老闆了 開店 開什麼店啊 說了你都不信 開書店 好家伙 你能想到他 大志抱著書是什麼樣嗎 反正我是想要不出來 我就覺得呀 他抱著方向盤挺合適的 他怎麼想著開書店了 我也這麼說呀 你說現在這生意多難做呀 這錢要是好掙的話 人家幹嘛把店盤給他呀 你說是吧 再說了 大志這人啊 根本就胡著作成喝料 太失敗了 人家下車啊 要多給他一塊錢 他能追出兩里地去 出了車走嗎 走走走 上下 沒事吧 沒事 對 對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沒事 一會兒就好 一會兒 老闆 再三份 這 這 你喝點水 嗯 謝謝 好點了嗎 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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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我不是故意的 你是專門來找我的 我聽說 你要開書店了 消息夠靈通的 對 Gloria 你也行 來 快點了 怎麼辦 就去那裡還有 能活着 总得有点精神追求吧 人类总是 失忆地息息在这个世界上 我不想 继续自我放肚下去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背错了吗 没有没有 挺好的 嗯 那你打算 卖点什么书啊 好 就这些书啊 鬼才看呢 这不是 你开的书单吗 我说我不看了这眼熟的 这是奶奶说有人要考博士我才给他开的 就这书我都看不懂 你喜欢看吗 你喜欢看吗 我不过也没看你 这几天我没在 他们是不是虐待你了 这两天 差不多 你看奶奶这两天很瘦了 大智啊也不来看我了 哎呀好些天没吃上大智给我买个点 嗯 嗯 嗯 奶奶 大智要开书店的事 您知道吗 啊 嗯 嗯 我都听她提过 你觉得怎么样 她人太实在了 做不了生意 我给她拦下来了 我明白她为什么开书店 为什么呀 我还在做什么事 不过 说实话 我还挺表达的 说得就对了 这就说明你俩有感情基础啊 我真叫着大智这孩子 不错 咱过日子不就是图个塌塌事实吗 当年啊 我跟你爷爷结婚了两会儿啊 连他的名字叫什么我都不知道 这不也一直过得挺好吗 这两口子在一块儿啊 哎呀 你说白了白了 这过日子就是俩人打磨儿 日子长了 就不用感情了 一二 奶奶说句你不爱听的话 咱呢 不是那二十出头的小姑娘 等不起 奶奶 奶奶讲的大智这孩子是真不错 也就是长得老了点儿 文化少了点儿 钱挣的少了点儿 可人家没有什么别的保养 人又好又勤快 哼 你要是跟什么 转当个好日子 奶奶眼光错不了 快别谈那什么感情感情 那感情冰个狗屁 不当吃不当喝 你见那苏如是当时 淘心淘肺的动了感情吗 那到头儿来 你还不是卷着行李笨他 原来那老婆孩子行吗 是啊 那苏如是这么清高楼 不想生活地了 我也是应该找人谈的事实过来 嗯 这就对了 要不然 咱跟大智试试 不行了再说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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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但是我找到我们怎么根换 让我们在拥有的 以后工作中 请各位老师多多帮助 谢谢 我呢 希望程校长 能把部队的光荣传统 优秀作风 带到我们学校来 像程校长这样的 打架了 走 看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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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都打得比赛 打得我们家都不敢来场球 别打了 老师 别打了 老师别打了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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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孩的命了快跑 快跑 别打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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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